用数法预测股票走势的银是奇人 零成本入市 竟赚得盆满钵满 不仅将禅的理论运用到投资中 还在修行打坐时进入禅宗二禅经济 他究竟是如何参透天机的呢 为何精通道法却难逃英国呢 难道是天赌英才吗 李彪1970年出生 天资聪颖的他是老师口中的神童 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就排在全校第一 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后来专心研究禅字 名字禅师起源于当时 他生前在网上发博客用的ID 禅中朔禅 在某百科上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他的介绍 禅中朔禅是当代奇人 一个永远只站立且希望探索 展示人的所有潜能和可能的人 真实身份尚未明确 他狂放不羁 多学多彩 自称是全球第一博客 2002年至2008年 以不同的身份 曾发表网络作品 大约有1848篇 其中涵盖宗教文化 试词歌赋 文史哲学 实证经济 音乐艺术 数理科技 等各大领域 以豪放的风格 犀利的语言 颠覆 透视性的思维洞穿 揭秘事物的本质 是广大网友的精神导师 他之所以会闻名于世 是因为他屡次神奇地 预测了股市的拐点 早在2005年时 他就神奇预测出 股市将大盘见底 会有波兰重库的大牛市 在2006年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系列 与超股有关的文章 并开始自己比较玄学的方式 判断股票走向 在2007年股票大涨的时候 在股民们狂欢之际 再次判断出股票会大盘见底 以及中西股市的大顶 就连最顶点的点数 6124.04都与他预判的别无而止 实际上他认为股市就像人生 有定数也有变数 只要找到其中的定数和变数 就能从某种程度上 掌控股市的天机 实际上在大自然生物中 就是依照更迭的规律生成的 只是每个事物在生成过程中 都有自己的变数 对于生物来说 它们的变数是基因突变 从而造就了世上 没有两片完全一模一样的叶子 但是万事万物 都是依照此规律生成的 那定数的部分 自然就可以判断了 例如你看到树枝 正处在枯枝的阶段 于是颗粒利用枝差 迭代轮回的规律 去判断它下个阶段的枝差 会长在什么位置 而它对股票预测的行为 好像是用树枝 占卜对人类命运预测的行为 或许世上真有老子说的那样 道声万物 产业师的数法究竟是什么呢 灵城本入市 竟似一脸才数十亿 它究竟是如何溃探天机的呢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2006年6月7日 曾发表了一篇 教你炒股的文章 从而增添了一个道士理论 甚至灵城本入市 曾将股票散户庄家 都玩弄于手掌中 甚至在只拥有5%的流通量时 果断对持有50%流通量的庄家下手 简而言之就是玩死庄家 并且分别从时间空间上玩死他 通过金钱堆积而成的K线 就能去想市场资金走向 会因哪些因素发生怎样的变化 进而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应该实行什么措施 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操办手能想到的 一夜暴富的背后 大多是亏得一文不上的古民 不是所有人都能悟出所谓的天机 而他的禅论属实暗藏天机 必须是拥有一样渗透天机的欺人 才可以从中悟出一二 而那些才智平庸的人 则会认为他的禅论是故能玄序 对此相信对佛教和禅宗不熟悉的人 自然会想到是场骗局 实际上世上大部分人 中其一生都不会搞清什么是天道 但放在宗教中 天道是通透清澈的 是六道中最高等的存在 而地狱则是浑浊污灰 两者相比 一个就像是天山雪莲 而另一个像是恒河水 他们两者永远互相矛盾 唯有参透天机 才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外禅师曾在2008年4月22日 突然爆出一篇重量级的文章 他声称自己已患病 鼻咽癌 随后他更新的微博 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生活经历 因此有许多人认为 他或许是为能够看透命运 且会用法术的高人 禅师曾预测到自己会有癌症的劫难 起初他本以为靠学习咒术 或靠修行打坐能够度解成功 但后来他发现 这次劫难的因不在他自己身上 而在他的弟弟身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用竖法判断股票走势的欺人 为何说癌症是他修行的必经劫难呢 既然早知道如此 为何不提前进行治疗呢 他在文中表示 失所以没有提前进行治疗 是因为他想了却其中的因果 于是他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禅师本人有一个弟弟 因为他的存在 导致他弟弟成为一位天生的失败者 因为他的弟弟在学校怎么拼命努力 都得不到身边人的赞赏 再加上身边所有人都以禅师为例去鞭策他 就这样几十年来他弟弟在压抑的环境下长大 几十年来都始终生活在他的阴影下 从而导致他弟弟所取得的成就变得一文不齿 而这样的态度又对他的弟弟造成了二次伤害 实际上最让他弟弟受伤的还是他的所作所为 禅师工作后因天赋在股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都不再有经济压力 随着他消费的水平越来越高 从而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而这时他弟弟感觉 自己的距离与他所追逐的目标变得越来越远 但他自己并没有察觉 反而用巨额砸他弟弟 正是因为如此导致他弟弟的内心更受伤 详言到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他弟弟在禅师面前变得越来越不敢反抗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破裂 甚至连日常的饭馆菜品 他弟弟都只能被迫听从禅师的安排 直到这样的状况 持续到癌症被查出来的几天前 禅师受癌症的影响 深入肝昏迷而精神异常的状态 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将房间里一切带镜子的物品都砸了 其中包括手提电脑 并且还边骂边砸 当时他弟弟则认为 禅师是在故意叼乱自己 于是两人就大吵了一顿 甚至还对禅师大打出手 之后弟弟才逐渐敞开心扉 边哭边罗列出禅师的罪咒 禅师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他始终认为自己对弟弟挺好 根本不知道 他弟弟在自己的阴影中长大 这时他才恍然道 或许弟弟的积怨已久 才结成了这次劫难 只有自己长眠于世 才可以化解这次劫难 此后禅师再也不执着于病情 他认为此生 他只要了确了和弟弟的夜来 来世他才会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2008年10月5日 据禅师患病五个多月后 他发表了最后一篇博客 标题为美国就是闹剧一场 此后禅师便没有了任何消息 在人们眼中 禅师应该是因癌症逝世了 紧接着有细心的吃光网友发现 操盘手李彪也在同年10月因癌症逝世 于是便有很多人认为 李彪就是禅师 这次要发明了 谢谢大家